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六的凌晨 跟大家做一周股市大事 但在我们做之前 我希望和两位演艺界的人士做一个祝福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最近的身体 有一个我刚才知道 一个就是余母姐余母莲 83岁 她有血管炎 就是一种血癌的一种 现在在QE的ICU 情况也不好 但刚刚在我录制的时候 我现在这个节目录制 就是在星期五港股收货时 差不多接近5点 就说好一点 肺功能如果恢复 就不用插口 都是危陋一段时间 另外我是今天才知道 曾偉拳原来是肺癌 我以前也有很多看他 因为大家知道我父亲那时候看雅士 雅士我也有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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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年轻他也是58岁 但我很多 但我五六年 他最说话人知 就是和梅小卫很多年 都没有什么 你看到曾偉拳那些 都没有什么匪民 负面和政治的事情 但比较麻烦 就是去年已经瘦 今年 情况差 推了无线 就不再续 现在就进了医院 都危险 所以 就是 送上少少祝福 希望大家和他们打起 大家都知道 最近最近 你在街上走 年轻人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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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香港人好像都 你走过就好像没什么 但是 你仔细一点 留意些人的 那个 那个神情 每个都好像 比较忧虑 不是那么开心 特别是一些 中年的人 比如说 你留意那些三十多岁 或者去到 三十多到五十多 这些 range 留意那些人 笑就笑得很勉强 好像是看着手机走 但是那些神情 就好像 有些无奈 有些不那么开心 我有些这样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主观感觉 所以 香港人也是很绷紧的 在这些时间 有很多 不同的原因 有些可能要 供楼 有些朋友正在供楼 有些可能 即将要离开 很多都四围去 香港不同的地方 留个影 留个纪念 因为离开了 可能回不了 也有很多 怎么说 他是 家庭环境有问题 也有很多 可能为子女担心 各人有不同的原因 希望香港人继续努力 打气 所以 所以 我们 白点说句 这个 港股佬 加上 这个 评论 评论 港股佬 再加上 这些财经 评论员 都是 一些 满身同臭的人 但是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都尽量做 是吧 我们在大气电波里 希望香港人 更开心 希望可以 所以 有时 评论 让香港人 可以 更多 一些 信息 和 乐观的情绪 就是 人生是这样 有起有跌 人生是这样的 你想着 一帆封讯 其实很困难 人生最大的问题 就是 顺境的时候 人是这样的 很奇怪 顺境的时间 就过得特别快 人是这样的 很奇怪 逆境 叫天叫地 逆境 叫救命 但顺境的时候 就不觉得 人是这样的 人生也是这样的 大家 有时 好和不好 其实都是一样的 大家 有时 想想一些好的事情 我喜欢去 去运动 跑一步 看一些小片 我喜欢打下机 再来 放松 我有个好处 我个人有好处 我不太悲观 我去看财经 或者 那些 数据 我就会很买头 去看 我就不理其他 那 即使我遇到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 我都打下机 游泳水 跑一步 就过了 香港人也是一样 香港人 其实 经历过很多 今次是比较大 今次是比较大 但 我觉得香港人 应该是能熬过 如果你真的 觉得不开心 你跟朋友谈论一下 不过 不要黄南 喊家 大家 就位 有时候 很多 你 不是每个人都是你 大家不要说 那些话题 就会比较高兴 对吧 大家有谈有谈 大家互相分享 大家互相勉励 大家互相勉励 家人 开心见诚 去谈论问题 只是路走出来 没有钱 不会死 坦白说 你有很多钱 也不见得你开心 在哪 人最难都是死 最艰难都是死 有什么值得你 那么忧心 做足事 就可以了 希望香港人 多笑点 还有 希望余毛姐 和曾伟权 大家跟他们打气 希望他们 熬过这一关 好吗 佔用了大家少少 airtime 我们就开始谈论 这个就 刚刚在 星期五 就订出来 我们一早已经谈论了 那就是习近平 叫停了蚂蚁上市 那已经外面有 极多的留言 有些留言 就是去倒米 对不对 有些留言 就说 其实很多 那个评论 跟我们都差不多 就是分装不云 简单说 就是 大部分的评论 跟我们之前说的 都没有什么分别 就是内斗 内斗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垄断 那垄断是什么呢 你卖出什么呢 你卖出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你卖出什么呢 那我卖出什么呢 那我卖出什么呢 就是你 你一上 350亿 美金 那是否搞错 我卖出30亿 我怎么也卖出130亿 对不对 那你卖出什么呢 他说的 他说的垄断就是 你垄断了我那份 他的垄断 就是在习近平的意思 那个垄断 不是你垄断了中国市场 是你垄断了我那份 你不要搞错 大家不要误会 是你 譬如说有十个党委成的 去分的 是你们垄断了这间公司 我应该分大部分 大家不要搞错 简单说 就是说 很多我看 譬如Eugen 或者是 基斯博士 其他都是 都是这样评论 只是内斗而已 有什么垄断呢 共产党就是垄断的 对不对 问题就是 现在是你垄断了我那份 你垄断了中国市场 我不知道 但是你垄断了我那份 你就要把某些股权交出来 交给某些公司 那些公司是我的 大家明白 但是当然是 给某些党内的高层 XY去 你倒米 对不对 简单说一句 你不分给我 我就找一些藉口叫停你 大家都不要上 但是问题就是 有一个转头 就立刻要上快手 以及立刻要上 TikTok的香港业务 因为你的党要钱 对不对 你自己要不要 你都要 对不对 所以 大家不要太认真去看待 那个 就是那个垄断的问题 他不会 就是不会多走一间阿里巴巴出来 亦都不会多走一间腾讯出来 这个问题 只不过就是 这些公司 他分的比例要多一点 那就是垄断了 他的垄断不是中国市场 他的垄断是他自己的份 你们垄断了我那份 明白吗 美国大选持续有争议 大家看到 当然仍然有很多 左媒说拜登赢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如果坦白说 你看到 例如 Pennsylvania Michigan 阿里巴巴巴 已经开始重新点票 第一件事 没有问题 他怎么会重新点票 第二件事 如果 假设真的 没有问题 没有舞弊 没有选举 没有舞弊 没有这些情形出现 为什么 你会截掉他的报道 你便由你报道 你便由你查 我都没有 你怎样查到 他截掉你 即是 那些 社交媒体 不让他说 问题就是 某程度上 是有真实的情形发生 其实我相信 只要 你现在看到 很多媒体 都已经 停了四五天 没有说 今天又再说 我相信 只要特朗普 再找更多些证据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 法庭慢慢受理 那些媒体 就会 慢慢变 因为 你想想 如果特朗普贏了 那些人很严重 如果特朗普 如果真的 胜出连任 那些媒体 会很严重 你不用做 差不多 所以 我们要看下去 那些情况是 我重新一句 我不是一定要特朗普 赢 但我们希望 有一个公平的选举 我们希望 所有的选票 都是真实的 都是合法的 所有根据 美国选举法例 或者每一个州的法例 法庭的颁令 都是切实 落实的执行 所有不合资格 或者 不是合法的选票 都不应该 如果跟随 这些东西 如果拜登勝 的话 我们都没有问题 但现在的问题 不是 我们要一个公平的选举 我们不一定要特朗普赢 搞错 搞错 我们要一个公平的选举 但现在 大家要明白 特朗普打的 未必是说 他要赢 这个选举 不是 现在他是 可能 如果法庭受理 他就 所谓 年宵大打 那不是 这个选举 选择什么总统的问题 而是 你在选举里 舞弊 那不用选 在选举 在选举里 作出舞弊的人 是不用选 那便 抓你坐牢 所以你看到拜登那边 反撲得这么厉害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如果 即是 真是FBI 证查到的话 是要坐牢的 如果有证据 连拜登也要坐牢 你不用做总统 你根本 你作弊 你赢也没用 你作弊 赢也没用 是吧 其实很多 在最早期的时候 他一些小争议 一些small dispute 在这个法庭 或者州政府来说 他都会看回 喂 究竟 我们去 将这件事 放在角落里面 搞完一轮之后 其实 那个 结果 有没有受影响呢 他就会觉得 如果很多州政府 好像以前那样 喂 选举结果都没有变 就什么都不差 但问题就是 当两个人的票数 咬得这么紧 而你发现有很多这些问题 很多州里面 特别是摇摆州份里面 那些票真的会影响到 特朗普的选情结果 当他一查下去的时候 很明显那些票 不会自己作弊 即是 民主党作弊 民主党作弊 如果有证据 大家想想 一路跟着那条线上去 就是拜登作弊 拜登作弊 你不用选 你不是选 你不是落败这么简单 你还要够坐牢 你还累到 譬如说 现在有说 古惑的点票机 又跟贝洛西有关 然后 那个软件 又跟希拉莉有关 又跟奥巴马 原来那个机器又跟共产党有关 那你一拉上去的话 如果 摆上软件 是成立了 别人追到 查到 封了你 现在国土安全局 有些已经进驻了 那些票站里面 所有东西都不可以动 全部都不可以动 作为证物的话 那你会很麻烦 因为现在的问题 特朗普还是总统 他去到1月20日 都是总统 他绝对有权去查 选举舞弊 因为现在选完 不影响结果 他查是不影响结果的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好戏 我们觉得特朗普 其实 捱久一点 今天13日 他捱多一个星期 其实可能 对方便会借 这样很容易回到盘 我们希望特朗普赢 希望有一个公平的选举结果 好 好 乘着说特朗普 大家知道 在这段时间里面 Facebook Twitter 或者是 华士新闻 ABC NBC 都封了他的言论 特朗普 就转了场 去了Gap 和Parler 我去过Parler 也挺漂亮的 大家可以在 当然他是英文 当然他是英文 因为他是 他是美国 我去过去看Parler 你在Google Google Pay Store 可以下转 样子也挺漂亮的 还可以的 他现在 就转了场 在Gap和Parler 发表 不在Twitter 因为Twitter封了他 所以 其实我们说一件事 事情有得有失 你被特朗普连岛任 或者是 现在的选民 推起你的话 你Twitter Facebook 生意多丶少 都不是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官司前身 特别是 Financial Times Fox News NBC ABC 都很严重 所以 做事 你要想后果 很多人都不想后果 他以为一定贏 我看不到 为什么一定贏 你传媒可以影响到 选举续修 你以为这是中国 其实中国就不会 因为中国没有选举 对不对 但问题 你这么多对眼看着你 你认为都过了骨 我觉得他很天真 今早上 我说是星期五 美国 特朗普再出招 在制裁了这个 香港 中国 四个官员之后 中移动 中电讯 给特朗普 用行政命令 簽了 禁止 美国 所有投资公司 投资 三十一间中国的企业 其中包括中国移动 中国电讯 和他的子公司 他的原因就是 他们和中国军方有关 有可能 就是监控 有可能 详细 我会在今期的 YouTube投资筆记里面说 大家如果已经 付了收费版 可以听 但问题就是 我觉得比较牵强 为什么呢 你未有证据 因为 坦白说 所有 中国 去得美国上市的公司 都是和党有关 不然 他不会让你出去 他让你出去 不是让你吸美金 而是让党吸美金 对不对 问题就是 如果包括他们 是电讯公司 一定有可能监控 对不对 你要提出证据 但其实 今次他没有什么证据 他是行政命令 很明显 有一些 特朗普想做到目的 这些我们会在 YouTube投资筆记里面说 但是 大家 就是 现在买中概股 或者美股的时候 盡量那个业务 不要跟 对加有关系 譬如你买中 买中资股 盡量那个业务 不要在美国 最好不要跟美国有拉冷贴 反过来 你买美股 盡量不要在中国有太多的业务 我自己昨天也增持了 Microsoft 但我没有帮我组合增持 因为组合已经有 因为美银已经有 我自己增持了 因为我觉得他的业务很好 买多一点 来看门口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 规定 因为如果特朗普能够连任 这种情形会一直持续 那你又怕了 最好是 阿里没有 阿里是 互相持股 阿里巴巴 他基本上没有业务在美国 其实 是持股 反过是腾讯有 腾讯有一个WeChat 腾讯有些游戏都在那边 但是大家知道淘宝 天猫有多少会在美国 我们在Patreon也说了 蓬佩奥说 台湾向来不是中国一部分 但我未见到 中国的外交部有任何回应 但如果他不回应 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如果你不回应 共产党就死定了 即是你的面子就摆不了 你不回应就死定了 如果能传到中国里 知道的话 你这方面就不用摆了 共产党是 这不是只是习近平的问题 是整个党员路的问题 这个不可以 就这样去 即是用谴责 等等 其实应该 就打仗 你等于变相 即是蓬佩奥当然是扭打 不用问 那你也不打 那你扭打 但是问题就是 你共产党 如果你不回应 用一些军事行动的话 很坦白说 不够力的 不够力的 所以大家有心理准备 可能中国出其不意 会对台湾动武 当然 他不能全面动武 因为根本没有赢的把握 在过往来说 因为他取消了台湾的中线 所以美国已经卖了大量的对应性武器给台湾 他肯定去攻台 他也损失不少 而且以现在中国这样的财力状况 是相当困难的 其实 他要在党内 拿成一个一致性的共识 说我们可以 攻打台湾一个星期 赢越输也好 我们就算了 可能性很低 而且如果你一出兵 一发动军事挑衅 其他人就会一直制裁你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中国为什么不能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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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中国的猪肉价格下跌了这么多 他跟美国买 美国有很多猪肉 那就便宜了 是你中国的猪肉贵 大豆 农产品 等等 他被逼要买的 因为那些他没有 你看到他跟澳洲 为什么他不买澳洲的东西呢 原因就是那些锁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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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家最多赚不到钱,但你会死人,你会饿死人 整个国家会散,那些人会反 所以打也难,不打也难 会不会他硬吞了这道气,而什么都不说呢? 不一定不可能,我们要看他接着 接着这24小时有什么回应才知道 大家要小心一点,他突然打不出奇 因为怎样有神经病 他真的打是不会出声 你看到胡锡进天天说的,就是不会打 真正会打的,是不会出声的 好,目标就做得好 大家知道他前几年收购了这个船 即日外送的业务 他说你给99元年费 你给99元年费 你每一次买东西,就多过35元美金 就可以即日送到你家 他的上客量挺好的 我也想进入这个目标,心育育 他真的做得挺好的 因为你看到现在的经济 经过了今年,或者可能明年多4-5个月 他的购物模式是改了 即时送,当然会少了 但购物模式是有改变的 因为最难是让别人踏出第一步 当他踏出第一步,而有一个方便 慢慢的人就计算成本 所以我觉得目标也是做得非常好 第三季的巴菲特 就减持了苹果和富国银行 他减持了少部分的苹果 Wales Fargo也是做得不好 他也减持了 今季巴菲特也做得很好 今季巴菲特也做得很好 今季巴菌上升了很多 苹果刚刚发表了三款用自家晶片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即是M1 你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用在MacBook Air MacBook Pro 和Mac Mini 那些人跑过分就OK 跑过分就更厉害 现在那部MacBook Air 比之前那部用Intel的MacBook Pro 而且它的价钱也低了 大家知道 现在它在美国做 就是和台積电一起做 加上用对的设计 我们也期待 因为当然 你不跟Intel买的 便宜了 Intel是赚钱的 你不知道那部份是什么 你也白白说一句 你根本想无法无法 因为第一,你不知道它的价格是什么 第二,你也不知道它行过Pogam是什么 给了一粒Trips 给了一粒Trips 也不知道是什么 分分钟这个已经是三奈米 不出奇的 不出奇的 你看到苹果就形成了自己的生态圈 大家最近有食物当劳 应该都吃到它的早餐 36元 36元的珍宝早餐 有一个 所谓的新午餐肉 其实那一粒不是午餐肉 而是植物纤维 但是,抱歉,这一粒不是Beyond Meek 是它自己的 其实它会再推出一些 这个餐是挺受欢迎的 我吃过一次 36元 但是,我没有一次吃完 有些我分开两餐吃的 因为我不想吃太多东西 要减肥 所以,它现在看到的反应也不错 就会再 那个汉堡包 就会推出 但是,踢掉了Beyond Meek 自己找自己的 Beyond Meek 就糟了 看到股价插水 我觉得也不错 其实它是贵了 它贵了 它用植物纤维做出来的肉类 是比原先的猪肉 是比原先的猪肉 但是,是有益的 我看到也挺受欢迎的 挺受欢迎的 你看到麦当劳的股价 也是在高位备回的 我们已经报导过 辉瑞说出了疫苗 BioNTech又出了疫苗 但是,坦白说 你玩到明年的话 我想疫苗也不重要 是吧 你玩到明年 就玩了整年 整年 我不知道 我常常觉得 疫苗其实不是太大功能 大家想想 当时沙士也是没有疫苗 当年沙士没有疫苗 到现在也没有疫苗 又会变种 之前有菲律宾病毒株 现在有尼泊尔病毒株 究竟来到香港 有没有用 我也不敢说 但是 有是比没有 但是 我自己这样看 怎样也好 明年上半年也结束了 这个疫情 明年上半年也结束了 差不多 就是玩了这么多 大家也有一个准备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例如欧盟复苏 英国 澳洲 或者是美国 就不关香港事 就不关中国事 因为 别人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而不跟你做生意 是因为 你的政治环境 别人不跟你做生意 即使别人有 如果能享受到疫情反弹 其实跟香港 或者是中国 的关系都不大 大家要知道 这件事 好 这个 Woku 我经常听到 它是一个串流电视 它很厉害 股价升了 升得很厉害 我觉得它有些类似爱奇艺 有些类似爱奇艺 但是它那些 怎么说 它那些 影片的质素 又 没有Netflix 那么高 但是都可以的 它今季的财报做得好 那么 股价升了很多 升了15% 其实它是一个串流电视 串流电视串流电影 也没有很高的科技含量 但是 其实股价做得很好 其实股价 Tradesk Tradesk 就去到 740多元 大家知道吗 我们八九个月前 介绍的时候 是200多元 在YouTube投资筆记 我会一年两集 介绍Tradesk 有一个业务的介绍 也会有这个 财务报表 大家可以 如果你付费的话 可以留意 好吗 到时在YouTube投资筆记 再跟大家分析 Tradesk 这个是有新进展的 紫光 还不了 永组债 它的债务有1500亿 那 永组债 其实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有些人会买 永组债 永组债就是永远都发 我不还给你 永远都还息给你 那 那 很严重的 对不对 公司永远都会发债 对不对 在差不多五六点的时候 有说出来 北京银行 想出手救他 但是很难落实去救他 因为债务太大 债务太大 也是关于晶片 芯片股问题 你可以看到 其实 正常一间公司 他不会欠到1500亿 債 很难 你发展些什么 为什么会欠到1500亿 这些 当然是 有些钱 不知去了哪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你一见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 你去救他 你也很严重 为什么 他摆明就是老千 你救老千 就是自己献身给别人 对不对 中国不是肯印钱 但是你这样引发 你救了多少家 现在很多 习近平说 要做 晶片强国 现在不放晶片强国 不断爆煲 我们也说过 之前我有听过一个做鸡 他不是做鸡 他是养鸡 他养鸡 都跑去做晶片 批 还好似说 被他上市 你哪里可以搞 你这样救 你不断印钱 你就通胀 是吧 郭泰10月的载客量 就再跌99 旅游气泡 就获 这个二烈欢迎 大家就不要这么开心住 为什么呢 新加坡和香港那个 是很少的 新加坡和香港那个 当然比零 但是他那个航班 是不是说那么密 就是不是说那么多人来香港 还有呢 新加坡还有疫情的 如果他一发现 那个 就是那个 感染人数 输入是多 的话 他立刻会停两个星期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开心住 还有 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说 你国泰是做海外线的 你当欧美 或者日本 整个不同的互动 的话 你也是不错的 大家千万不要去捞底 买这些股票 一定钉盖 最好避开国泰这些股票 它升 你也不要管它 因为 我看不到短期内 如何回升 债务就是一身 就是一身矮 但是我看不到 它如何可以 就是 股价可以升 因为它的债务太重了 其实 这个也有很多读者提及 虽然我们有中电 但是 它不加电费 我们当然失望 对不对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遇到这些大时代的时候 港灯中电也停了 明年就不加电费 中电就撥8千万元的消费券 每一户就派一九水 一百元 有很多低用电量 劏房 也受惠 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低用量 有可能我们也会有张一九水 也算是可以 在这个时候 现在 没有办法 当然它不加电费 我们不开心 因为它加电费 我们的股价就会升 但是没有办法 大事大非的时候 也要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捱 这个大家要注意 未必一定要注意Cisco Cisco 在下个月 推出一个新的平台 叫Weber One 我不是只要你留意Cisco 你应该留意一下 很多不同的媒体公司 都会推出一些在家工作平台 在家工作平台 不只是一个Zoom 其实很多东西 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平台 已经成为了一个潮流 当然有些东西是要亲身服务的 就要在家工作平台 例如老人院 也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某些 好像 我们叫做什么 科技 计划 有可能一部分 你可以在家工作平台 但是在家工作平台 你要联系 可能要公司五六个人 一起上线 一起上线 大家分享文件 大家说 那这份 有的 那这份 你让我看看 那这份 那客户里面说什么 那客户里面说什么 那客户里面说这些东西 那你就要有一个平台 可能这个平台里面 加入不同的人 那同一时间 你在一个平台的界面上 可以展示到一些文件 展示到客户的电邮 大家同时看一张电邮 那有些通话 可能只有我和你有 可能老闆也会飞进来 那客户也可以飞进来 那这样 那你就要设计整个平台 整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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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甚至 可能加上一些DocuSign 下去 可以即时签名 很多东西可以做 其实是 展示到图片 我给一个图片 给一个图片 给一个图片 然后给一个客户 大家明白吗 那大家可以同一时间 触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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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逗留 看一个平台 写得好不好 可以吗 可能这个平台 就是我们这群 这个平台 就是整个公司 这个平台 也不是客户 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 就是 新的工作模式 大家一定要留意 我不是叫你留意Cisco 但是这个新工作平台 Wall from Home 大家应该要看看 它的发展是怎样 就是我们喜欢的游戏 但是 我未必会买PlayStation 5 因为我有PlayStation 4 坦白说 我是喜欢玩 这个PC Game 多些 为什么呢 有很多难的游戏 PC Game 你都可以做那些 就是金手持 不死身 可以过去到关 只要是这样 还有PlayStation 就没有老翻 有些我们有老翻 以前我玩游戏 全部不用钱 但是现在有些没办法 一定要online去做 验证 北美日本率先出货 PlayStation 5 炒到 炒到 这么厉害 差不多 炒了十倍 炒了十倍 因为它也是卖499 好像 4000元左右 炒到38,000元 这么厉害 其实大家知道 PlayStation 最贵的不是 手机 它最贵的是 一些游戏 而且有些DLC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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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买 它也是主要因为 那些游戏 它是独家 但是一年 它游戏的独家 不是多 即是一年 PlayStation 独家 只有它 only on PlayStation 都是五、六个 而且我都不会 立即出售 就买 因为立即出售 很贵 有些是700多元 一个游戏 CALL OF DUTY 700多元 加上那些 即是 即是 年度版 季度版 我不会这么早 买 但是看到有人炒 炒到 差不多 四皮 原先都是 三千 四千元 炒贵十倍 我想都是短暂 炒风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PlayStation 是做得挺好的 我最满意的一部 就是 PS3 真的很满意 用了很久 现在 XBOX 我都不会买 因为XBOX 它没有一些 exclusive的游戏 XBOX 所有的游戏 同一时间 XBOX 都会同一时间 在 PC 其实 PC 游戏 比 Console 的游戏 大家知道嗎 我习惯这些 我不会玩 食鸡 王者荣耀 我不会玩 那些画面垃圾 我都不会玩 那些 我们通常都玩Division 现在在玩 那个叫什么 遗迹 我不懂读过名字 就是 From the Ashes 接着有些 Call of Duty 新的 Cold War 有很多 都有很多新的 譬如 人王2 现在有新的 蜘蛛盒 我们都会玩 但是 蜘蛛盒 可能被逼要 买 因为他也是 49 Paystation 4 也有 但我们未必真的会 买Paystation 5 除非一件事 你真的很喜欢 而只有Paystation 但我相信 现在未必会 因为通常 跨平台的销量 大很多 是不是 对吧 好 本来TikTok 有个禁令 但是今天 商务部 就决定暂时不执行 因为有一个上诉 但是 我们最早已经说了 特朗普 就即时 宣布行政命令 禁了 美国企业 投资在 31间 中国 在美国 的企业 包括中国移动 和中国电讯 因为他们涉嫌 和中国军方有联系 涉嫌监听美国 所以 都不关事 特朗普 都会继续试压 其实对于中国 这个 我觉得 也算是说一下 华为第三季 中国手机 出货量就下跌了 跌了15% 你看款也没得够 白点说句 我就不觉得有得够 我不觉得有得够 怎够够呢 对不对 大哥 你 现在他说 卖那个 荣耀 哪个买呢 别人不给你芯片 我买了 白点说句 我买了 我又没有芯片 我没有芯片 买了什么 你看到一千亿 没得够 你看到 你现在看到 共产党 他都白点说句 他已经 怎样说 就是 无谓搞那么多 你不行的 我就转到小米 是吧 你看到很清楚 那个钱一推下去 转到小米 你就自生自灭 是吧 对不对 是这么简单 你华为不是做乞业 我们也说过 是吧 你再看看 他还跌得快 我告诉你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笔记11月份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美股 我们11月份的投资日子 大家可以看这些题目 我们已经讲完李宁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11月份 我们的收费项目 我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回营光幕就可以了 好 今个星期的所有免费节目都做完了 多谢大家 由星期头 一直每一集都听 听到星期尾 也多谢很多读者 有付费youtube投资笔记 投资日志或者patreon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星期再跟大家见面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集再跟大家见面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